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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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今天的主角 郭富城 Aaron 歡迎Aaron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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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新加坡的朋友問一聲好不好Aaron 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 還有新加坡的傳媒朋友 下午好 請坐 Aaron再次回到新加坡的舞台 那種興奮的感覺形容一下 有沒有 難以形容 因為其實還記得 上一次的演出的時候 然後我還記得演唱會 所以差不多晚的時候 然後觀眾都沒有離場 然後一直喊我出來 然後這份熱情 其實到今天我還沒有 沒有把它 忘懷 然後其實在這一次的 武林戰爭演唱會 其實從香港 一直到海外 國內 台灣 所有的演出之後 過後的每一個 無論是歌迷朋友 還有全民朋友 他們對我的這一次的演出的 一個評價都非常的正面 是 其實我想 也是因為帶了一份 榮譽在裡面 因為這個是 我們這一次舞台 然後其實我演出 在香港演唱會 以及海外的演唱會 做很多很多的 不一樣的一些演出 然後這一次的 武林戰爭演唱會 是因為 能夠可以配合我們 這個建立至 世界紀錄的一個舞台 沒錯 其實現場的很多朋友 都很好奇 到底這個舞台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段 四分鐘的VT 好不好 來馬上來看看這個VT 5月30號 我們叫反轉新加坡室內體育館 怎麼樣會有這個想法 450度的旋轉舞台 剛剛也說過 其實在 從1994年開始 每一次的演出 差不多相隔每兩年 就會做一個很大型的演唱會 一直到 2007年的這個年頭 然後準備一個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 跟我們的團隊 因為我們 一般的團隊就是 合作了 超過十年以上 其實團隊對我的一個表演的非常熟識 然後也知道 郭富城在舞台的演出是 每一次站在舞台做一個大型演唱會 一定要 所做的表演 一定要跟上一次 或者是對上的截子次 都不可能要重複 所以我們做下來一起去開會 去研究我們 怎麼做這個武林真正演唱會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的想法 然後要長到很多方向 然後最後我們說 我們從地平線 跳舞 跳了這麼多年 要在空中跳 怎麼可以反轉來 所以當時結一個 結一句話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大家都 不約而通 然後又說出很多的方向 從天上面 還是地上面 然後最後我們想出一個舞台 只能夠會轉動 轉動之下 還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因為 剛剛說一個舞台轉動 好像很簡單 但是你要佔人 佔這麼多的dancers在裡面 要佔這麼多的一些機器 還有一些電視螢光幕 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所付出的一些危險 還有一個 因為除了轉動之後 他們還有計算一些力學 還有計算我們所有的舞群 跟我在裡面的時候 一個重量 非常安全 所以最後 他們找了一個很好的地方 去搭建這個舞台 然後最後 花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一面排舞的時候 他們一面去研究這個舞台 然後最後 他們說是可以的 是 然後我們都非常振奮 當我們真的去 建築這個舞台的時候 就是距離我們 那個 當然我們是他們 一直在建造這個舞台的時候 他們會從 我們會拍一個團隊在裡面 去看 拍他們怎麼去做這個舞台 怎麼轉動這個舞台 打開這個舞台的時候 會怎麼樣 裡面有什麼機關 他們都一直跟我們這邊 溝通 是 那Aaron 你自己跟你的舞群 你們花了多少時間 才能夠在這個翻轉舞台上面 就是唱跳自如 你練多久 有沒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排練當然要好幾個月 是 切住這個舞台 然後進去這個舞台的時候 我們需要好幾天的時間 然後去把它熟練 之前我們練的時候 都綁了安全帶 對因為每一個舞群 都要綁了安全帶 因為萬一出了什麼狀況 他們會是女孩子 因為男生還好 我們男生可以去怎麼去 基本上有一個意識上面 就是可以有 比較有力氣去保護我們自己 但是女孩子的話 她們是比較弱的一群 她們就會跳 她們如果在翻動的時候 她們會比較害怕 一般人都是這樣 對 所以女孩子方面 我們還是 女的舞蹈演員 她們方面 我們還是需要注意一點 但是她們都很快會吸引 所以多久之後 就不用把安全帶了 沒有 到我們彩排的時候 已經不需要 真的是在洪灘體育館的時候 進去那個場館的時候 我們都不需要安全帶了 是 對 好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450度的 這個選唱舞台 是獲選了這個 建律師記錄的 對 上面是寫著 Aaron Cole 對於這個名字 上了這個建律師記錄 因為這個舞台 是屬於你的演唱會的 那種心情是 我覺得這份榮譽 這個光榮 我想 是屬於中國人吧 是屬於華人的吧 因為 這個是 真的是 我們 是中國人想出來的 是我們這個團隊 全部都是華人 沒有一個是外國人 所以這份榮譽能夠可以讓一些外國的朋友 他們能去承認我們這一份努力 這一份精神 那我想這一份精神 希望可以在每一次的演出 然後帶到每一個華人的一個地方去表演的時候 能夠可以跟他們一起去分享這個舞台 分享這份榮譽 是 剛剛Aaron有說到 每一次的演唱會都要跟上一次 上上一次不一樣 是挑戰越來越高的難度對不對 對 這次在你的演唱會上 會有那個雙槓的表演 對 然後呢一邊要做動作 然後一邊要唱歌 然後一邊要唱歌 你不怕走音嗎 因為這是一種 呃 所以在 其實在 這一次舞林戰爭演唱會 對個人來說的一個鍛鍊 是 比 比 比像我 以前 所有 四次大型的演唱會 都 困難 因為 我們排出來的文章 然後我想的一個表演的部分 然後其實我已經知道 肯定是 非常非常的難受 因為 呃 從 地平 地平線跳到 反轉 反轉 反轉之後 又可 又在一個單槓上面 是 跳來跳去 要翻動 要繼續要唱歌 所以對個人的一個 氣量方面 還有 整個狀態方面要 一定要維持在一個很 最巔峰的狀態 才能可以去 抓住每一個 呃 音符 每一個音標 因為我想 節目多年到現在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在一個演唱會上面 除了舞蹈 然後唱的方面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Live Band 我們都是全Live的 大家會聽到我每一個呼吸 每一句 每一個音唱出來的時候 都是全Live 但是當然我們希望 雖然有很多跳躍的動作 很多翻滾的動作 但是當我 當觀眾看到的時候 如果給觀眾知道 是好不容易能夠做得到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成功的一面 所以我想在鍛鍊的時候 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去跑步 一年的時間每一天都跑步 練氣 練氣 有練氣的體能 所以在這個演唱會上面 雖然你看到很多很難度很高的動作 但是對我來說 還是可以應付自己的